所以剛剛最最最重要的啦 其實就是這個TEST函數 所以為什麼我說你這個TEST函數你不會的話 後面你根本不用做了 而且這每一個每一個都是關卡 也就是說你只要卡住一個地方 你後面可能就過不去了 所以第一個你不會TEST函數 你就切不到那個你要的資料 那怎麼辦 突破鏈鋼嗎 太浪費時間 第二個 你不會用Value 這個Value 那你變成你不會文字轉數字 那也會卡住 因為即便你資料產生了 但是你放過書的分析表 你會發現他結果也是不對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把它當數字 所以如果你給他群組的話 他可能認不得 因為他是文字 他不是數字 所以你什麼50到70到80 他不把它當數字 所以他也沒辦法幫你做群組這個動作 OK 每一個每一個都是環節 如果你每個環節都注意到 我想 要把報表快速產生 應該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也不用把 事情 把它弄得那麼複雜 因為說真的 像現在視覺化 的設計 也許像 一些R 或者Python 其實是 用的蠻普遍的 但是我覺得 有些說 一般人都用Excel 那有時候殺機不用牛刀嗎 你手邊已經這麼好用功能 你還要再把Python學好 再產生 我真的是 原水救不了近火 而且真的是 拿大炮打小鳥 真的 證明已經有了這麼簡單的功能 你就做一下就好了 你幹嘛還要 在那個學完之後 然後回來發現 好像還是不合用 為什麼你還發現 Python要開Excel 還是一個大問題 對因為 Python內建的一些模組 它沒有可以直接開Excel的功能 那你要再去學 外掛的 模組 學完之後 反正 你可能 想說 還是 我還是覺得 目前來看 如果你的需求 是基本 辦公室應用 我覺得 學Python 大概目前來說 就已經 足夠了 OK 如果你覺得不夠 再去學 也許 階段 這個 學習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接著來看 剛剛這個只是延伸 剛好想到這部分 那再來的話 我們 把這個 做完之後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 回到 上個禮拜有 講到那個 錄製聚集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希望 要產生兩個按鈕 這個是多的啦 年次部分 我們就先 先 跳過了 OK 做個Ending 那 第二個是說 如果我今天想錄製一個劇集 我上個禮拜講過 那個劇集部分 一你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二的話呢 先彩排過 三的話開始錄 那錄的方法 我大概錄完的結果 我有把那個 因為我 我剛剛做的動作 我有把它拍照 所以一些關鍵的地方 如果你漏掉 你可以再看一下 那第一個當然 可以重開發人 不過Excel 我們是2007的版本 如果 2010以後的版本 可能就要在這邊找 不是在常用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2007在常用裡面 這個大概 我也把它照相 錄製的話呢 就開始步驟 把這個 先彩排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錄第一個是 叫手機號碼串接 第二個也許是手機號碼清除 錄兩個 那錄完的結果 就是這兩段程式 OK 那我把這個動作做一遍 那名稱也許有拖欄一下 複製一下 OK 假設叫這個名稱不一定要取這個名稱 你可以取別的 OK 1 游標放這邊 2 游標放上面打勾 3 快點兩下 那我 大概demo過之後就開始錄製了 錄製之後名稱給他 叫手機號碼串接 OK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就開始錄製了 你就不能NG了 如果你NG就要重來了 比如你按確定 之前同意 第一個動作 亂點 點到這邊 然後點錯了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停止 然後你就 再重錄過 名稱再取一樣 然後再按確定 不管他會說 是不是一樣的名稱 你就按4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NG沒有關係 你就 再來過一遍就好了 OK 比如像這邊有NG 為什麼 游標已經放這邊就錯了 你再點 就不對 一定要在外面 所以這個又NG了 再停止 OK 再來一次 OK 這個時候就要正確OK 正確版 1 確實 1 游標放這邊 他會入第1行 他叫Range的 14.slide 2游標放上面打勾 就是把這個公式輸入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3 這邊 空點喔 快點兩下 好 3個動作完成 不要多的 好那把它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呢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喔 請你看 前面有個劇情 他會出現有這個 叫手機號碼串接 表示是成功的 第1個 第2個清除 清除就是 一樣游標放這邊 然後記得 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Delete OK 那我們有Demo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錄製了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一定要Ctrl Shift向下嗎 可不可以 不能這樣選嗎 其實 我上次好像講過啦 如果你這樣選 如果在這個範例是OK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資料將來會增加或減少 那 它就會 固定在104 它固定的喔 可是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 這個方法 它會自動追蹤 因為Ctrl 向下 其實就是它會追蹤到目前你這個範圍的最底部 所以記得啦 一定要用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錄製劇 一定要用快速鍵 如果不用快速鍵 錄下來的程式 以後呢 還要一直在修改 但是如果你用快速鍵 你程式就不用修改了 所以我們要想到是一勞永逸啦 有些書上不見得跟你講這些 反正你錄完這次OK就好了 它不復 管理以後還會用嘛 OK 或是講 一勞永逸的方法 Ctrl Shift向下 那接下來我就錄製劇集 把它清除喔 所以這個名稱也許叫做 手機號碼 然後後面把它改一下 叫清除 OK好清楚囉 然後呢按確定就開始了 不能NG 1 有不要放這邊 2 Ctrl Shift向下 3 按下Delete 好 OK三個步驟 一個動作都不要多 也不要少 按停止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有兩個聚集看一下 一個兩個 那我怎麼知道能不能walk 很簡單 直接選這個 按執行 OK 他可以walk了 清楚能不能清楚 執行 可以清楚了 那表示 你這個錄製 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 奇怪 怎麼好像不太對 你就從來NG蓋過去就可以了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除了說可以從這邊執行他之外 其實呢 也一般習慣會在這邊增加按鈕 那增加按鈕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插入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表單控制這樣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 叫按鈕的功能 你就點選他 在這邊 點住有點像那個小畫家 點住不要放喔 拖拉到 他的左下角 右下角 OK然後把它放開 大小自己決定 這麼大 OK然後呢 接下來他問題說 如果我按他之後呢 要執行哪個聚集 我要執行這一個 然後並且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 他名稱不一樣 所以我把它選名稱 貼上他 就OK了 那一樣的方法呢 再插入第二個按鈕 把它再拖拉一個 OK然後這個叫清除 複製一下 一樣喔然後再貼一下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試一下 按下他 可以了 按下他 也可以了 那表示你 錄製聚齊 就成功了 OK大概是這樣囉 只有這樣啊 不用寫任何程式 他幫你寫 所以Excel這個是還蠻貼近的 就是說 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只要 錄製下來 他會幫你把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自動轉換成 對應的程式 那放哪裡呢 基本上喔 就放在 劇集有沒有 底下編輯 他會跳什麼 Visual Basic有沒有 跳過來 在這裡 至於這裡面到底寫什麼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請各位試一下 錄製聚齊 所以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彩排一下錄製 錄製完從這邊執行看看 OK之後的話 再從這邊呢 插入按鈕 OK 試一下好了 畫面切換給各位 請問一下 好 好 來吧 spac 好 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